事实上随便这个词通常是褒义的 被形容大气和直爽 比如我们应该活得随意些 不要太过以斤斤计较 但是如果你用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自己 那随便这个词就变成贬义的了 比如说作为一个女人不会自重 作风不好 那就说这个女人很随便 所以把随便这个词按在女人身上的话 对女人来说可没有什么好词 现如今有很多女人都是被用随便这个词来形容的 随便的女人一直都不是受欢迎的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可以用随便来形容呢 看看以下总结的这几点吧 第一 接受很多男人对她的好 一直以来事情的男人从不缺少 但不可能被她独自占有 其实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给一个男人带来希望与暗示 那么男人不太可能一直追着她不放 就不会一直围在她身边 有的女人总是很坦率接受很多男人对她的好 她也不考虑与异性之间的礼貌与距离 比如说一个男人给她送花送礼物 她都会接受 也不在乎与男人见过几次面 不在乎男人有什么目的 总之就是来者不拒 并且她会觉得自己的魅力很大 还很骄傲 第二 跟异性相处很亲密 对于很多缺乏情感经验的女人 她通常见到异性会比较紧张和害羞 但有的女人却不是这样 她会感到很从容 很快乐 很随和 这种女人在和男人吃喝玩乐的时候 她会不时的与男人有些肢体接触 比如挽着男人的胳膊 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 即使在两个人告别的时候 这样的女人可能会给男人一个非论 或者拥抱 然后妇媚的说下一次再见 作为一个男人 起初你可能很舒服 但还是要建议你远离这种女人 因为这样的女人可以对任何男人这样做 第三 在与你交往中还与前任纠缠不清 这种女人在和你谈恋爱的时候 还与她的前任纠缠不清 时不时的给前任发暧昧消息 虽然她跟你很亲密 看起来很爱你 但是她同时也和前任暧昧着 就算你提醒她 让她与前任保持距离 而她也只是表面上收敛了 可是安地利还是与前任联系着 如果一个女人遇到一个晕镜的男人 她对她可能有一点想法和爱慕 但也可以理解 但是一个女人 当她拥有自己的时候 仍然很随意 对其他男人有想法 这种女人 你还是不要跟她走太近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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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